好,那麼您看過了這樣之後呢,我們再往下看喔 我們再看看,剛剛我們不是有提到說 如果您是一般的帳號,那怎麼樣變成教育版的 對不對,因為這樣空間會變比較大 那您登錄之後,如果您現在已經登錄了 一樣在右上角那裡,有一個Saving Account 從裡面進去之後,您可以看到,您現在的帳號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 您看到總空間就知道了,是屬於100Mbps的還是屬於500Mbps的 如果你本身已經是500Mbps,那沒有問題 有沒有,您從右上角那邊,您看一下我從我的進來 好,在右上角這裡 這樣有看到嗎,您的名字 好,剛剛您打了帳號 Saving Account這邊進來 這個地方,那進去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囉 您進去之後可以往下捲動 往下捲動 好,繼續走 看到了,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你的license的detail 這邊,你可以看到像我的就是TPU的 總共有500Mbps,現在才用了2% 2% 這樣有看到了對不對 各位的正常來講 如果你剛剛就是100Mbps 應該是100Mbps 那怎麼樣變成比較大的 請您按右手邊這裡 它的右下角這邊 有沒有叫upgrade your license 就是從這邊去升級 好,從右下角這邊您去做升級 這樣後面看不太到齁 來,大家上來一點 老師好,不好意思 您的島上有簽號,您現在有簽號 我沒有簽號 我,對對對,現在沒有簽號 你只能看這裡 所以老師來,我來簽號 哈哈哈哈 不是,你把簽號壞掉 哈哈 來,這邊,您在這邊 把它做一個升級的動作 那,這個升級的動作 一樣,就會看到你剛剛 類似你剛剛申請的 有沒有發現 在下面這裡就有一個 student and teacher license 對不對 你按下去之後 如果你剛剛 這個 不是用EDU的帳號的 那你在這邊 你也可以打入學校的帳號 讓它會寄4mail 沒有,這個就真的會寄4mail 因為有的人假報EDU 嘛 哈哈哈 但是收不到信沒有用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會寄4mail 給您確認一下說 欸,您是不是真的這個 信箱可以收得到信 如果你收得到 就完成了 哈哈 就這樣就變文感應了 假設我們EDU沒有 那這裡 可以嗎 對,一樣一樣 你如果大方 比如說你用Gmail或搶錄 反正其他的 不去EDU的 那你在這邊用學校的 待會 但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以後登錄這個 網站的時候 phrase的時候 麻煩你就是要改成 用學校的Email 等於說你用學校Email了 那就是用學校Email 做登錄 好 你原本那個信箱 那個就不行